鐵粉你好 我們本班車即將啟動 乘客就坐冰淇淋汽車安全帶 豪華單人座椅要做 要躺空間寬敞 要回饋鐵粉 客運公司招待了兩天一夜 遊台南 至少二十年 台中跑台北 這個航線開始 我就再搭了 十四年以上 五千多小時的時間 客運的車子上面 度過的 在南科上班的陳先生 過去十幾年花了五千小時 周周往返台北到台南 即使疫情衝擊之下 他還是回答客運 被選為鐵粉乘客 而就在國旅爆發 客運業績回穩之後 他成了回饋對象 根據台南轉運站的客運業者分析 疫情回穩之後 業績跟著成長 同年客運推出了優惠好禮 吸引乘客單戰業績成長兩成 而國光客運也有五成的成長 核心客運 但願成長百分之三十三 更決定要加碼摸彩送黑卡 會抽出三位 那他們就是能夠在這一年期間 他有免費搭載我們核心客運 任何路線的一個權利 這樣這是完全免費的 優惠一波一波 在疫情回穩國旅大爆發之後 客運業者把握機會來搶客 希望能衝出好成績 三連新聞網上 注意到台南報導